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是大家阿弥陀佛 看课本253页 倒选第三行 他讲解脱了都同一位 就是一位解脱 同路涅槃尘 我们这里提到论上说 三寿渡河 三鸟出王 好 讲到这两个比喻 这个论讲三寿渡河 有的是大比喻沙论 大比喻沙论它怎么说呢 不是大比喻沙论 它是讲到这个大比喻沙论有收到 有三寿渡河 但是主要提到比较具体的 是幽坡色借金 比较具体的是幽坡色借金 我们来看 他讲到一大比喻沙论 幽坡色借金 幽坡色借金怎么说 他说三种土体品 这一品里面他说 如恒河三寿俱渡 有三种动物 要渡过这种恒河 都要渡过这种恒河 要过河 那么 这三种是兔 马 相 兔子 马 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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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第一个兔子 兔子 兔 不置底浮水而过 兔子比较小 所以他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水的水底 所以他是怎么 他是浮水而过 这些兔子 这些兔子 三寿 第二个是马 那马比较高大 或置底或不置底 有的没有办法踩到底 那有的可以 或置底或不置底 那就是 置底就是脚踏的这个水底而过 那不置底就是稍微浮着 浮在水面过的 莫置底莫不置底 那么如果相 相 相折尽敬敌 敬敌而过 那么这个底是什么呢 他说恒合水者即是十二一远 缘起合 恒合水者即是十二一远 就是见到这个法 见到这个法能解脱 他见的法 那基本上都一样 都是可以得以者解脱 但是有深浅 所以他说恒合水者 恒合水者 十二一远 就是延起 即是十二一远 那么生闻度时 犹如彼兔 圆绝如玛 那么如来就是乡下 那么用这样来表达三圣 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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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得解脱 但是 圆绝 拿个佛陀 如来 如来 这三圣 那么 三圣 通得解脱 像兔子 这个像这个马 那这个就是像 那基本上这个是在 这 游泊设计里面讲的比较清楚的 就是三圣 像马兔 我们记得这个 滑花圈里面三车 也是三种动物 牛车 羊车 路车 那么另外 讲到三鸟出往 三鸟出往 三鸟出往 这个是论 这个是造论 造论是罗子的 纠罗罗子的地质 叫做生造型的造论 生造型的造论 那么这个造论 他提到 由辟三鸟出往 这个是他的辟 在经论里面 就是他自己的辟 那么 由辟三鸟出往 他没有讲三种鸟 是哪三种鸟 由辟三鸟出往 由辟三鸟出往 同事无患之一 同事无患之一 出了这个网 就自由自在 无患虽同而鸟鸟各一 都同样出往 不过名字里还是不一样 不过名字里还是不一样 声闻圆解的多同德解脱 但是他展现的不一样 渡化众生的能力不一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 三兽去 三兽 三兽渡河 找到这个三兽渡河 跟三鸟出往 鸟跟兽不太一样 鸟是鸟勒 三兽渡河 跟三鸟出往 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比喻 他说虽然飞行有远近 渡水有浅身 那鸟应该有大有小 那同样麻雀跟老烟 都被网住了 一样都没办法 可是一旦出了网 那飞高飞低 飞远飞近 不一样 那一天要过河 一天要过河 过了河都一样 没有 但是过河的方式 跟能力不太一样 这个象走着就过了 那个麻要看大小 扶着过 兔子没办法 兔子一定要扶着过 扶水而过 那所以不一样 但总是不离于虚空的大河 所以说三圣同路一发现 三圣同桌解脱床 那这个河其实他讲的 因为论里面讲的是元旗 所以他是知道这个元旗而解脱的 那么知道的多深不定 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元旗法里面得解脱 所以他说不离于虚空的大河 那这个河 那当然一般我们讲渡河 渡的是生死河 渡的是生死河 那这里基本上 他说的就是说这个河指的是元旗 叫做元旗河 这是法 好 那再过来看254页 所以现在来讲三圣 三圣的因 就是他基本上 就是解脱的方法就是三十七道果 就我们前面说了 那么五根五四年之五根五一七年之八中道路线 那么你这样的修行 你就可以得解脱 就是有解脱的果 那这个果就是有道就得灭 所以灭道 那么解脱果有哪几种 那么有哪几类的解脱果 我们来看通论解脱道 那么这个道就是方法 那么得到解脱果 这个果就成就 依这个方法得这样的成就 得这样的功德 精于种所透 修正有词述 非有利顿远 那么殷尊导师写这个基 主要在于清一般 一般人错误的观念 像现在我们比较常听见的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的佛教徒 影响最深的大概就是 那么禅宗跟禁读宗 但是现在慢慢慢慢 密宗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就是看来有人 专门在讲这个咒语的殊胜 然后这个咒语的灵感 然后这些开始 那么有很多的法会都要需要很多的咒语 然后很多的手印 很多的观想 这一类开始也对我们有点影响 早期这个影响也很大 早期的中国佛教 密教影响不大 即使唐朝有密宗 有三大事 影响也不大 但是现在慢慢慢慢 影响也有点大 那么一般来讲 对我们影响大的是禅宗跟祭祖宗 那因为禅宗强调的是顿悟 那即使是教理上 比如说天台宗 禅宗 他强调的也是所谓的元顿教 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好像 有什么快速 直接 就是我们的心都放在什么样的法门 让我最简单 就是修的时候最简单 废的力气最少 得到的成就最大 所以这个就变成有所谓的 就是说你用的力量最少 修的时间最短 但是得到的成就最大 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 所以禅宗叫顿悟 不利山起步伐射 就是像这样的概念 那禅宗中强调一身成佛 念个方法最简单 你只要念佛就好 发言就好 到了极乐世界一身成佛 直接跟等觉无杂同等 就讲这种概念 那这其实是 这样的观念 其实是很多都是夹杂的 似是而非的观念 可是 其实大部分的人不太懂佛法 反正大家都这么说了 我就这么信 一般人感觉 不懂得什么道理 但是 我相信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就好像说 你这个 你这个念罪不经 有多少功德 后面在念个座 功德乘以千倍 在哪一天修善法 善事自动乘以百倍 你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可信其有 那么这样的观念 导致佛法 一直在迷失当中 一直在 一直在这一种 这一种迷信当中 那么也因为这样 而解脱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没有正法 就没有解剖可能 没有正法 没有正确的佛法观念 就是没有正确的 没有正见就没有正面正知 那么你就没有可能有正思路 那么你就不能有解脱 所以佛陀讲 没有发生到就没有解脱 没有发生到就没有解脱 那么发生到最主要的是正见 正思路 所以你即使有定 你没有正见的定 不叫正见 你即使有戒 你没有正见的戒 不叫正见 正与正月正义 它也不叫正见 它是外道戒 它可能是戒进去 外道戒就戒进去 你那些口罪到后面会讲 它也有戒 它甚至也有不杀生不偷盗 有邪影 不忘了 它也有 但是它这个戒不是正见 因为不能让你得解脱的戒 都不是正见 不能让你得解脱的定 不叫正定 不能让你得解脱的慧 不叫正慧 协慧 协定 协戒 就这样 协是指不正确的意思 所以你的方法不对 你的观念不对 因地不争 火招勿轻 你的结果怎么会对呢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 像我们有这种概念 就是 偷心不死 臣不可轻 这个偷心不只是偷到的心 投机缺巧的心 就是人家要这样兇 才能得解脱 我不用 我投机缺巧 人家 你说念佛好了 念佛要最主信念行 现在又不断 你不用信念行 你只要信就可以 日本的禁读 禁读真正就强调这样 你只要信就行 人家法华经 要极品 要这样修 你只要念南无 念佛 就可以成佛 你看多简单 多容易 多快速 那这个 这个 念佛有所为这样 比如说 这个在清明朝 这个 王荣书 里面 提到一个念佛 他说 一般我们念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发信念行 那他不是 他念 几万几百几尊 同名同好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就比如说 你念九十九万六千六百五十二尊 他有一个数据我忘记了 他念这样 你说我们念九十九万九千九百 九十九尊 同名同好阿弥陀佛 你念一次 等同你念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尊 那你看去念九兆九千九百九十九尊 你讲的越多就越多了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投机取巧的心 你不想用那么多的力量 你就想着什么 我用最少的 我用最省力的 最省钱 最省时间的 得到的比别人多 比别人好 你就想着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侥幸的心 投机取巧的心 这种心怎么能成道呢 这种心成不了道 所以很多人 他本来是要增长你的信心 结果是增长你的贪心 增长你投机取巧的心 增长你侥幸的心 所以你常常怀着侥幸的心 投机取巧的心 在修行 这种心本来就不正 那邪心怎么可能成就正道呢 没办法 所以大多数的人 贪图方便 投机取巧 心存侥幸 就这样啊 那这样怎么可能得解多人 你因为不如实 就 丁光老师讲的老实 你根本就不老实 那你这个心叫做什么 产区 邪区的心 正当的心 心存侥幸 然后老实讲的那些 不用出力 就可以获得很多人 尤其后来的净土法明 很多人都强调一下 你不用修 你只要念佛的名字 广生了极要世界 自然跟佛一样的功德 净土君的有这么说吗 我告诉你没有啊 真的没有这样讲 那这样讲是什么 这样讲表示说 你的根器比佛还要练 佛要三大阿真其解 要难行人行 难忍人忍 那释迦摩利佛 这一生看到的至少还六年苦行 还修定修会 那你不用 你什么都不用 你只要念着释迦摩利佛的名字 阿弥陀佛的名字 释迦佛的所有功德 阿弥陀佛的功德 你就都有了 那这个意思是怎么样 释迦摩利佛没有自恨 不晓得念过去佛的名字 那他怎么不知道 要念过去佛的名字 他就有这种功德呢 如果可以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你现在 你不用了 你不用上去这样修 你只要念他的名字 到了他那里 全部他的功德都变成你的 符合元旗吗 符合夜报吗 符合佛房吗 不符合 可是人命喜欢这样 人命喜欢这样 用赚钱这样 你这个投资这个 一倍还钱一把一万倍 老是想着天上掉下来限定 你不想着掉下来都是砖头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修行最忌讳这种 心存侥幸 贪图方便 投机取巧 不劳而获 就这种心态啊 这种心态 你没有先去除 我告诉你 你是不可能的成就 所以你要先修正你的观念 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充斥到我们佛教里面 你不用休息啊 死了半一场瓦会就好了 就解脱啦 贴个符咒 在额头上 在墙壁上 就可以解脱啦 请了几个高僧来跟你念念念念 你就解脱啦 你就超度啦 有这么好吗 不可能这么好 但是我们迷失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很多人有特别的 就是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那种 就是一般人讲的 钱都是少瑜伽地 你希望 什么都符合 什么都符合我的乐观 我用最少的时间 最省的力气 最快的方法 得到最殊胜圆满究竟 这个结果 如果你有这种虚 其他的宗教基本上 也都这样想要 你带这个省罪灵感 最充胜 所以你重点就是 让他类似你 让他喜欢你 那么他就把他的福报赐给你 把他的能力赐给你 你就拥有了 佛法绝对不这么讲 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法 很多都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 为什么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就是 没有听闻佛法 没有如理思维 没有政界 没有正思维 你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不可能 那老师讲这个是告诉我们 其实跟我们讲的是 你是立根的 你是立根的 你能闻到这个法 你是最立根的 你只要这样修 少奋斗别人 起大劫 对不对 人家是说 你只要 你只要架的好的 取得好的 少奋斗五十年 你不是少奋斗 你少奋斗起大劫 人家要经很多 心很多 你才可以成就 你不用 你只要 你只要 你只要这个 这个 这个 巴特一个佛 一个佛部长 他看上你 他喜欢你 他就把他的能力 福报诸位都赐给你 所以你念他的重 念他的名 念他的经 让他看见你 让他喜欢你 那么 你就不愁吃不愁穿 你也不愁要怎么用功来 他的功德都赐给你 你要知道 即使往生到极乐世界 还是要自己修行 还是佛指导你修行的 不是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就拥有跟佛一样的 智慧福报功德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 你还是要自己修行 才能得解脱的 也不是说 你生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 没有哪一本经理也这样讲 没有啊 你在基督上去 三倍往生 为什么会有三倍 不然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 生到去都一样 不是 他告诉你 你有那个果报 但是果报不是说 你去那边等同解脱 不是 你会到那边修行 得解脱 就好像你来出家 他不是每一个出家都可以得解脱 但是你如果依法修行 你是可以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记 他讲到解脱这个概念 人正这四地远起的圣者 想简略的叙述一下 首先不问生文圆觉菩萨 那我们说这个叫三秤 那有时候讲佛秤 有时候讲菩萨秤 佛秤是从果上讲 菩萨秤是从音上讲 那生文圆觉就没有 没有所谓 没有所谓从音善与果胜说的问题 通分的论起来 那么每一个圣者 在解脱道的修行中 都是经历了种所通 那么 种就是种下种 那么成熟跟解脱 这三阶段 那么他说 初听佛法 生起燕与心 从此种下了解脱的善根 如种下种子一样 那么 三肾的音在初与心 五秤共法的音在身上生心 大秤的心在普与心 就是你要先发心 所以这个种就是发心 发心就是种善根 那么发心有初发心跟久发心 所以就有初发心跟久修行 就是你发心以来已经很久了 那个已经真是久修行 就是你一直这样的发心 那你初发心就是下种 初发心就是下种 那比如说 那个你这个在家 那么在家基本上 是一般来说 是比较没有要像解脱道 在佛陀时代 在家都是真上身心 希望过幸福快乐的意思 是这样的 那么真生幸福 来生幸福 生生世世都幸福快乐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或者要是要生到天 生到天上也是为了幸福快乐 但是如果你有解脱的心了 那就是日本人 你要出家 大部分在佛陀时代是这样的 不过现在就不一定 就是说 佛陀时代在家也有解脱的 但是基本上 他是并没有 如果在家要发出离心也有 那就是什么 受法官开心 他发要出离心 他不是 他出家 但是只是一日一夜 一日一夜 就是节目我们讲过 一日一夜出家 那他为什么要出家 出烦恼家 出三界家 所以这个叫做发出离心 在家发出离心 就是要学习过出家的生活 那么是不是出家的生活 一定可以得解脱 不一定 但是他是让你得解脱的一条 一个方式 一种原则 因为你在家 你用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事 你没有办法专心去思维法律 专心去抱烦恼 你会增长很多烦恼 所以他用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多烦恼 術语的生活方式 去专心修理解脱法 即使这样 那也因为这样 即使是正出国 恶国 三国 如果正的三国 多数会出家 正出国 恶国 还有七次的仁天环法 我们说这个 一般的凡夫 一般的凡夫 都是六道轮回 正出国的居士 跟正恶国的居士 是两道轮回 正三国的只有一道轮回 所以我不还天 正四国的就不轮回 基本上是这样 那他这个问题在于 你烦恼贯的深浅 那你如果要出轮回 出轮回的心就是 出离心 出离生死轮回的心 叫做出离心 那么这个出离 基本上就是离苦 因为最苦就是轮回的苦 轮回是从生死来 所以你要出离生死轮回的心 叫做出离心 其实是这样 出家是一种出离心的表现而已 那么如果你出家没有出离心 出家也有没有出离心的 像提伯达都出了家 早期可能也有了 后期就没有了 他心里面想的就是 他要有那种灵魂力 就是佛陀那么多人尊敬 我也不输佛陀 我的能力 我的知识 他们从小就存进这个地位 那么 释迦摩尼谷 希达多 希达多是禁范王的儿子 而且应该看起来是独生子 因为那么多基督里面 都没有提到禁范王还有另外的儿子 好像只有希达多一个 他有没有姐妹呢 好像有没有听说过 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 希达多是独生子 那 那提伯达多有些说是甘露放王 有些说是狐放王 那就是他的祖祖 因为禁范王是老大 他有四兄弟 禁范王把一放王 那么 甘露放王跟狐放王 他有四兄弟 就是 这个 这个释迦摩尼谷的是禁范王 他叫做禁范 那因为他们是共和国的 所以 他们都是王 禁范王 白范 甘露放王 这个禁范王 那这个禁范王 他基本上 好像 因为我们在经历里面 我们都没有看到 这个希达多有 有另外的兄弟里面 好像没有 就是要怎么回过 好像没有 那 这个 阿南跟提伯达多 有的时候是狐放王 有的时候是甘露放王 我们就跟他讲甘露放王 那因为 新闻记载的 也很复杂 就是大家讲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提伯达多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也有出交 提伯达多跟阿南 那么之所以只有希达多一个 可能就是 因为他的妈妈 罗爷夫人 金范王的太太 生希达多可能第一胎 生完没多久就死掉了 也因为这样 他可能没有兄弟里面 就是他可能是第一个 第一胎就要回娘家 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胎要回娘家 但是 但是金范王 应该不只有摩也夫人一个太太 因为伯法都有很多妃子 但也有说 也有说这个大爱道 也他们姐妹同时 大爱道跟这个摩也夫人 是姐妹 他们都嫁给 也有说啦 他们都嫁给这个 都嫁给这个 这个境况 但也有说不是 反正 我们基本上希达多就是一个 那其他的妃子有没有生 我们不知道 提伯达多跟阿娜 他都是王子 提伯达多跟希达多 是当时这些王子里面 主要的代表人 那么提伯达多认为他自己不输希达多 可是大部分不管在鄙视 他们文武说要舔 骑马 打仗 射箭 还是怎么样 提伯达多的能力也都很强 那 所以后来希达多成佛的时候 那么他是有出离心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原来他是过王子的生活 后来他成佛的时候 底下很多地址 所以他回乡神清的时候 他是非常风光的 我们就说阴景皇乡 类似像这样 但是佛者当然不可以阴景皇乡 他穿的就是家座 但是他显现了光明 光芒 还有很多的地址跟水 很多的国王 藏着都顶礼 那个已经是不一样了 那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去出家 那你看到出家要修苦行 要辛苦 要怎么样怎么样 早上要四点起来 尾上要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你要考虑 但是如果看到 出家人这个穿这么好 又开名车 又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看到他 又要共享他 又要顶礼他 他也想出家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的心是不一样 所以出家 释迦佛出家 他确定是一出一心的 因为他有过好多日子啊 他是王子耶 而且 靖万王就他一个王子啊 他是要接王位的人 但是他舍弃这个去出家 当然提伯达多也舍弃他的王位 但是王位不应他接 但是有可能他接 他也舍弃他出家 可是他出家 是因为看到西达多 就是佛头的这种 这种庄园或是这种风光 那么很多的大富产者 国王都顶礼他 他回乡的时候是 是 你要知道 释迦佛回乡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弟子 单单阿罗汉 就已经是一千多人了 因为他是第六年回乡了 他的爸爸生病他回去 那个时候 他叫舍弃佛 舍弃佛目见的时候在第四年 三加社 这个都是第四年 他就有一千多人了 这一千个人浩浩浩浩回去 不得了 不得了 而且这些都是 有名望的人耶 那么提伯达多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后来一群人都跟着出家 那个心就不一样了 心就不一样 就是 你在困苦的时候 就是没有资良的时候你出家 你可能是有出离心的 但是 有些人是因为出家有利可图 就是明文立昂的心 不一样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一般有些是看待 这个就没有出离心 他是因为有利可图 那有出离心的是因为有道可宣 可以解脱之道 就是有有这个道可当可令你 就是你想要出离 那么有这个道可修 可以让你出离这个生死的闻 所以有这个解脱可期 就是你有解脱的希望 那么这是一种出离心 你要出离 出离生死的心 那个提伯达多 一开始可能也有 但是可能夹杂的这一种 对这一种 因为他看到即使他做国王 都没这么风光 你做国王也不一定 你那个人家 你未来恭喜你 不一定 你可能是爱你的为 可是你应该知道佛统 佛统回乡的时候 他那个弟子 他那个三家设施摩羯陀国 摩羯陀国 当时这个品婆苏罗王所归的师父 他们是归这个三家设的人 不是大家设是三家设 又罗平罗家设他们三家设 而且他们浩浩荡荡 有一千个人 你看 这有些人比如说 看到有些人出去 地子一堆 然后大家真的供养 大家顶礼不合 就比如说我出家这么好 我原来出家 这种心 他就不是出离心 他只有利可得心 那么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 可能这个心 没有培养心 他可能一开始也有 也有出离心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没有 那么这个在很多 比像在中国大陆出家的 有很多 也都是 是因为出家人过得很好 而且比世间的人还好 赚钱还容易 而且又风光 所以他开始 开始就是去出家过生活 过得还比较好 但是他又放不下在家的东西 所以就变成 他也不太像出家 可是只是形象出家 也有很多这种 当然也有真心出家的非常多 也非常多 但是波束的 还是像 可能就像提伯达多这种 就是只是看到出家的好处 不是看到出家可以解脱 不是看到这样 但是这种好处也不常常有 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 不是的 人家会恭敬你 并不是因为你出家 而是你有休闲 不是你可以带给他利益 多数的人是因为这样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 他非常的恭敬 不管你有休闲 你有休闲 你持戒负戒 他都一样的恭敬 他都一样的恭敬 也有这种 那这种也很难得 但是大部分 基本上我们说 你要出家的这个果 它的因是种在出于心 你没有出于心 即使你出了这样 你也不容易得解脱果 这个是种发心的开始 那么也许 也许你过去生 已经有发心 也很难说 有的不是这一生才发心的 那你要还要相续 就是要成熟 你只有发心 你没有相续 让他成熟 他也不会结果 所以他才有这个所谓的 就是种熟脱 那第一个是要先有下种 第一个要先下种 所以佛陀很鼓励 再加种 受八观摘见 问题就是 我就算这一生 没有办法出家 至少我先剥个种 下的这个什么 出离心 即使是一天里愿 只要一天里愿 他都是一个种 那你有机会 你就多多 成熟这个种 常常去受八观摘见 就算这一生 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是出家的问题 是出离心的问题 是出离心的问题 那么 照理讲 出了家是 时时发出离心 就像解脱文 时时发出离心 那么在家只能 偶尔一个月 两次三次发出离心 就变成是这样 你这个相 就会让你有这个心 就容易 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 你随时什么时候 要去逛夜市 要去逛百万物公司 要去吃大餐 没有人会讲 你出了家 你穿这个衣服 你要去逛百万物公司 逛夜市 要去吃大餐 你就要说 可能就不好意思 或是不欢便去 或怎么样 这种心就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这个 这个种 种就是下种 就是发心 心理就是发心 那现在讲的是三圣 三圣共法 三圣共法的果就是解脱 就是解脱 如果你升天的话 那就不用了 升天不用发出离心 只要发真上身心 这个 我们上次有说过 不过我们再想一下 没关系 就是五称 五称 五称里面 这是人 天 身文 言觉 胡杀 或是佛 那么人基本上就是五称 十善 这个是人天称 他是发真上身心 真上 就是我下辈子要比这辈子好 我未来要比现在好 那么 那么升天 当然也很好 做人 那么下辈子要幸福美满 或是我这下半生要幸福美满 他是这样的真上身心 那 身文言解是发初离心 他就是说三十七到零 八正道 一八正道为主 你借定会三一肉血为主 我们叫做三血八正道 他就是发初离心 这个就是发心 这个是修行 因为这个是正果 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六度四射 这个是发普提心 普提心就是要成否的心 那么都是这个开始 这个是因 这个是元 这个是果 他都是这样 那你要先发这个心 我很想要为了你现在好 我要更健康 寿命更长 福报更大 那你就要修这个 这个是让你不做三六道的 那么这个十善是升天 如果你还要升色戒天 天又有下戒 下戒是御戒 上戒是什么 上戒是色无色戒 那么如果你 这个十善只能升下戒 御戒天 如果你要升色无色戒天 你还要加上什么 还要修定 定善 还要修定 你才能升色无色戒天 那么所以他基本上是戒施 十善是以施为主 所以我们叫施戒身天之法 施戒定 基本上是这样 那如果要解脱 现在我们讲的是三圣共 是要得解脱 那这个果 这个身为就是四双八变 四果 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这等一下会讲 那菩萨 基本上就是成果 成果就是果 那么他的旧戒 那么他的旧戒就是阿罗哈 四果阿罗哈 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都是他的果报 但是重点在发出离心 那出离心就是总 波总 那这个是成熟 这个就解脱 总所托 这个托是就三圣来讲的 因为现在讲三圣共法 那如果从成佛来讲 他也是托 因为通论就是也是托 但是他是成佛 他也是解脱 但不只是解脱 他还让别人解脱 让很多人得解脱 那这个身为三圣就是 重点在自己解脱 那所以就不一样 所以他来讲 所以他说在解脱道的修行中 都经历了总所托三个阶段 那么即使 即使你不是解脱的 你是 你是要生人间的 他也一样 发真上身心 要修这个 然后得到 但是他没有解脱 是得到人间的果报 那也是三个阶段 所以他说 初天佛法升起厌灵心 那听佛法升起厌灵心 那是怎样 厌离佛法 不是 厌离心就是初离心 听佛法产生厌离心 就是我不喜欢听佛法 不是喔 听到佛法 知道有解脱 所以厌离什么 厌离所谱 厌离世界 所谱代表的就是 五左二是烦恼 五二五痛五三 我不想再过这样痛苦的生活 我不想再过这样烦恼的生活 我不想再过这样烦恼的生活 我不想再过这样颠倒的生活 他讲的就是 所以 郭医生把他这样 归一口 我从此要过觉悟的生活 我不要再迷你和我过生活 我归一法 我从此要过正当的生活 我不要再颠颠倒倒过生活 过一生 我从此要过清静的生活 我不要再烦烦恼恼过生活 我不要再这样烦恼 他先发灭愿 那么 生起厌离心 我不想再这样过生 我不想再这样颠违 不想再这样生老病死 这样无止境的颠违 而且在生死中 有无止境的苦 我们有无穷境的颠违 我不想什么时候到底 那无穷境的颠违里面 每一次的颠违 都有数不完的苦 无止境的苦 无穷境的颠违 那么这样的问题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不行 我要给它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了解 所以开始用方法 先牵起这个心 我要处理这个颠违 我要处理无穷境的颠违 只有处理无穷境的颠违 才能停止无止境的苦 因为所有的苦 都从生死中来 所有的苦都从生死中来 只要没有生死 就有没有这些苦 因为佛陀把我们的苦 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苦苦快苦行苦 一种叫做 生老病死愿见会爱别以求不得 主要是这两种 不管不管是苦苦苦行苦 或是生老病死愿见会爱别以求不得 都是从轮违中来 都是依轮违而有 轮违就是生死死生 生之后就死 生之后就死 一定会死 死之后一定又会生 死之后不会说死了就一咬百咬 没有 死之后不是一咬百咬 是没完没了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误会 我死了之后一咬百咬 没有 你这一生没有解决的 下一生继续 而且更难解决 不是一咬百咬 是没完没了 那死之后又生 所以你应该要在你有能力的时候 知道的时候 尽快解决 解决不了 至少你有那个心要解决 先给他制造好的因缘 其实是这样 死之后又生 生 生之后又死 就这样 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的生死叫做沦违 无穷无尽的生死叫沦违 有没有可能斩断呢 有 那每一次的生到死之间 每一次的生到死之间 都会经历 生到死 都会经历 老 病 一定会经历老跟病 那么 这个还会经历怨正慰 爱别人 跟求不得 这个是概说 一定会经历这些苦 那这些苦 当然都是从五蕴 五曲蕴生 五蕴赤生 这个五蕴身心 这个身心不断的变化 身心 还有身心引发的这些人士 不断的变化 无产变化 所以因为变化 所以有老 有病 因为变化 所以有验证慰 心啊 身心 有验证慰 有爱别人 有求不得 那在生死当中 在生死当中 你一定会经历这个 那么把这些浓缩起来 叫做苦苦 坏苦 辛苦 那 三界里面 轮回一定在三界里面 出不了三界 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是物质界 重物质 重感官 色界是精神界 重那个心理的热受 喜受 无色界是意识界 他比较 比较 没有那种 心的烦 心的那种喜乐 没有他只是意识 纯意识的 那这个基本上 欲界里面有苦苦 坏苦 行苦 我们讲三种苦 苦苦 外苦 行苦 欲界三种苦都有 有苦苦 有坏苦 有行苦 色界 坏苦 无色界 有行苦 都会苦 那么无色界 果报技能 也会掉到欲界 色界 果报技能 也会掉到欲界 那欲界里面 最苦的是地狱 六道里面 六道都在欲界 色无色界 只有天道 没有六道 只有天道 那这个 欲界里面 最苦的是地狱 最好的是天 那色界无色界 只有天 只有天道 只有一道 那你无色界 也会掉到欲界 欲界 你在天 也会掉到地狱 那不断 换来换去 什么时候 要在哪一个地方 受什么样的苦跟热 我们也不知道 原本自己决定 可以 你多造三天 你就待 你修定 你就在色无色界 你修五界十三 你就在欲界的人天 你可以决定 但是多数人不知道 多数人不知道 只是依着自己的习惯 依着自己的喜好 想要得到自己的东西 结果反而都是没有得到 就好像你以为 你以为有钱 有地位 有名声就快乐 结果为了获得快乐 不断的想办法 骗钱 那么去求官 结果这一生都不快乐 那么这种死 其实就是说 不管你再怎么样 你都出不了这个三天 你不断不断的在生死死生之中 你后来你了解到这个状态 你觉得 我不要再这样过我的人生 我希望未来有个了解 所以我发这个心 有这个心 我不希望在生死死中 生死死生 在三界的生死 出不了三界 好一点 坏一点 在三界中生死轮回 过着苦苦坏苦辛苦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 没办法解决 现在 我决定 要 要踏出第一步 我希望能够解这个问题 这个是最初的发现 那如果是 如果是 因缘拒绝了 他可能就出家 努力去修行 那了解这个 怎么样斩断这个轮回 那么 如果是在家 他可能就先去受法官再见 因缘上不行 我先发出离心 我就先发心 那么 近代 那么常常这样发心 一旦因缘成熟了 也许我也可以解脱 不用出家也能解脱 因为重点是出离心不是出家 所以 所以这个 他说 初天国法升起燕灵心 燕灵是燕灵三界 燕灵生死 所以净土 讲燕灵缩口 其实就是 你看缩口就是这样 五运六强 生死 其实是燕灵生死 他只是换个说法而已 心求极热 什么是极热 极热就是涅烦 你把极苦 次轮回 极热 就是没有痛苦 没有轮回 就是极热 那么热 不是无一热 不是禅丁热 不是升天热 就是解脱热 解脱离戏之热 叫做极热 离开生死束缚的快乐 离戏热叫做极热 离戏解脱热 戏就是生死戏福 生死戏福 烦恼戏福 离戏热 离戏解脱热 离戏解脱热 他就是极热 真正的热 就是离戏解脱热 所以燕离缩脱 心求极热 其实是叫你发出离戏 不是出离这个世间 是出离三界 不是 但是我们误会了 我会以为 出离这个娑婆世界到极热世界 不是这样 重点是你要发出离戏 要出离戏 要出离戏的心 你去极热世界是要修行出离 要得解脱的 那重点不是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好的地方 不是 就是离开生死没回到不生不死的面 基本上是这样 涅槃热才是极热 所以他讲 生起怨离心 从此种下解脱的三根 那么如种下种子一样 没有出离心 怎么天法修行 都是不会解脱的 所以重点在出离心 那么出家是迟死怀者出离心 其实他是这样子的 那以后 见佛听法修止 只解脱心肿 渐渐的成熟起来 如种子的萌芽 发叶开花一样 所以你发出离心之后 不断要长样这样的出离心 要守护这样的出离心 就好像你学佛之后 你不是归佑 归佑就没有事了 归只是你想学佛的一个心 那么你没有真的去学 没有去天文佛法 没有去修 那么就好像买回来种子 一直放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放下土里面 也没给他浇水 没给他施肥 放几年之后 可能就什么 坏掉了 就坏掉了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守护他 然后要给他灌水 要给他营养 要给他埋在土里面 那我们学了佛之后 要常常听闻佛法 要常常礼佛 拜佛念佛 最重要的是要听闻佛法 因为我们学佛就是学佛的解脱 学佛的觉悟 佛是依法觉悟的 并不是说佛是依法觉悟 我们依佛就可以觉悟 没有 我们也是要依法觉悟 我们学习佛头依法觉悟 就好像佛头是依法修行 依法得解脱 依戒定慰得解脱 我们是学佛 也要依戒定慰得解脱 你不是说佛要修戒定慰 我们不用 我们只要念佛就能得解脱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所以之后一定要怎么样 见佛听法修持 因为以前要听闻佛法 只有见佛才能听得到 或是听闻佛弟子说法 也可以 就是佛弟子在听法之后 辗转传给你 你也可以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神力佛 神力佛还没有见到释迦佛以前 他见谁 见马圣比修 马圣比修是听佛说法 他把这个佛法转送给 就是 就是转告 转告知这个神力佛 神力佛听了 当下就正出个 趋向者 决定者 所以重点是法 重点不是佛 但是因为没有佛 我们不知道法 佛是法根 就是法的根本 所以大部分来讲 我们要见佛文法 见佛是为了文法 见佛不文法 或是文法不修辞 那么你见佛有建 也等于明鉴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见佛听法 这个叫清静三知识 天文正法 天文正法一定要依教后行 依教后行 前面要听得懂 所以叫做欢喜喜受 所以最后都是欢喜喜受 依教后行 你如果不照着修行 那么也没有用 欢喜是欢喜 产生不了作用 你去听人家讲 哇 这个水果 有多少 影响多少 影响很欢喜 你做这个运动 做久了可以怎样怎样 身体会做健康 天的欢喜回去 你别照着做 得不到那种作用 得不到那种作用 所以还要羞耻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清静善事 最大的善事是佛 或是佛弟子 那么听法 天文正法 羞耻 然后法随法行 这个就是什么 修持 那么使解脱心 渐渐的成熟起来 就这样 不断反复 不断反复 所以叫做 修习多修学 就是你要不断的 修学这个佛法 而且要反复 反复的修 因为我们启凡朗也是反复 一次一次的启凡朗 重复的启凡朗 所以他讲 他讲 这个 这样你慢慢慢慢解脱心 发心种会渐渐的成熟起来 像种子的生涯开花 发业开花一样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第一个阶段 大部分都在这个阶段 发心只是一刹那而已 发心 就要像 你拿到种子是一下子 又在土里是一下子而已 你把那个种子 埋在土里要多久时间 都不用三秒钟 可是那个种子 如果是一颗松树种子 这个小棵 松树的种子 松子这么小 你把它埋在土里 要三秒钟 不用 给你一分钟好了 一分钟 埋进去 但是你要照顾到 这个松树长大 会结松子 至少要好几年 一般的水果也要六年 从种子 发芽 照顾到它长大六年 你还要不要被虫咬 不要死掉 不要得病 不要被风吹 不要被水淹 还要不要营养不良 这很多 你要照顾它可以长大 开始有一点结果 都要六年 那你放下去只要一分钟 都不要一分钟 那么这一分钟 我们也算一分钟 一分钟到六年 那是几百倍十千倍 时间很长 那结果一开始 一第一年结果都不那么甜 不那么好 不那么多 那过了几年 第二年第三年 之后 它开始丰收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也是这样 那出国还有烦恼 那二国烦恼先见少 三国很多烦恼都断掉了 开始趋向结果了 那四国就没有烦恼 好像不会再有病虫害 也不怕地震 不怕台风 因为它很坚固 那一开始很怕 被虫吃掉 被这个牛吃掉 被什么吃掉 得病 被虫吃掉是得病 然后水灾火灾风灾 定阵一下子就死掉了 那风一吹倒掉了 没有了 一阵夜风过来 这个休息没有了 又要重逢 起了大烦恼 过渡散热道 从散热道上来 又经过好多解 又开始修 就好像要断掉了 有些树断掉了 要过很久才会恢复 恢复之后慢慢又长出来 又要经过很久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过程很反复 这个都是在成熟的 但是一旦成熟 你就一定会成功 所以释迦摩利佛 释迦摩利佛 释迦摩利佛 会度众生 他会先观察 他先去度 已经善根成熟的众生 所以他常常会去观察 你哪一善根成熟 他就会去度化 像那个三加色 也是他在观察 因为成熟 哪一度化 但是他不是只有 度成熟的众生 但是因为他要成熟 他得解脱之后 他会拎很多人 所以先度这个 还有还没成熟的 他让他成熟 那么没有种三根的 他让他种下三根 就这样 就是三种 没有种三根的 他度化他 让他种下三根 那么已经种下三根的 想办法让他成熟 不断的修 那这个比较费时间 那么种下三根 是什么时候 他会修度性 修行什么时候会成熟 要看他 但是成熟的一定会解脱 很快 所以 很多阿老汉都会去观察 有没有三根 有三根 他就去帮他 没有三根 只能让他成熟 什么时候成熟 那还要很后面 所以到末后 一切成熟才能证果 如开花结果一样 有些佛弟子一听佛法 刚下误入而证果 有的勤苦修学的一生 还不能得到 认识在佛弟子里面 很多 有的一下子就在拉罗汉 最明显的 就是什么 最后一个 叫做虚拔陀螺 第一个也是一样 乔承儒 乔承儒是第一个误告的 佛一切都误告的 吴炳秋他是第一个 其他的还没有 其他要经过好几天 佛说了好几次才有 那最后一个虚拔陀螺也是这样 佛要入涅槃啊 也不能讲很多 他一听就证阿罗汉 他也不是说有证出国 比如说神秘佛 证出国 隔一个月证阿罗汉 目见人证出国 隔了十五天证阿罗汉 也不是这样 他一听 没有多久 就很快就证阿罗汉 证阿罗汉之后 佛还没入涅槃 他先入涅槃 他本来就出家了 那替佛拿多出家了那么久 虚拔陀螺只有在最后的时候 依佛的时候 正国的时候 雪佛出家 甚至还没有现出家像 还是外道像的 但是他是阿罗汉 他还没来得及替主虚拔 佛朵就要入涅槃 他先入涅槃 但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跟着佛出家了 他本来就出家了 但是不是佛朵 他是外道的出家 但是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跟佛出家 提佛到这跟佛出家几十年了 不但没有证果 还多一 你看 那有一些残佛 残佛是佛的侍者 那么一经典讲 大概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佛灭后他都还没证果 到处去请求这些上座独究 告诉他怎么证果 不过最后他也证果就是 那么所以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先下课 下课